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我现在拍摄的时间是6号的早晨 上午大概9点钟吧 不到9点半 那这个时间在41年前呢 是这个四人帮被抓的那天 历史上都有的说的 那没做节目 那我看了一下网上也有朋友在推特上留言说 涛哥这个出了好多事得做news 怎么不做news 那我后来看了看 怎么说呢 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 在国际的媒体的角度来讲呢 应该说它的集中的消息 跟中国有关的集中的消息 还是比较安静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静的 那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原因是因为 我以为还是在休假 就是当然我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 明天会怎么样 因为从这个我们反映出来到5号 因为中秋节是4号 我跟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我说可能从1号到4号这个期间呢 应该是比较休假 就是从他们自己为人的态度 做事情的态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就是从习近平王岐山做事情的态度 那当然在在十一前 把孙政踩砍了 这个公布双开了 那也是蛮特别的 反正他已经被他已经被抓了 对吧 他已经被抓之后 然后公布他双开 只不过是一个对外的震慑作用 而对他自己本身来讲 是状况是一样的 只不过转交到司法 那在中秋节这天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云南大理那地方掉了一个陨石 那是比较 就是这种事情对中国人而言 那是比较严肃的 76年当初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 也出类似的事情 那一般讲这种情况 有人称为就是改朝换代的年代 76年是下了陨石 那然后应该是在吉林 那然后在在这个唐山出现大地震 然后我们看到先是周恩来死 那朱德死 朱德死的原因呢 被认为是毛泽东毒死的 对吧 皮定军我们谈到的谈到的这个中国最先进的驱出舰 驱出舰南京号 这个政委给喝酒喝死了 那个那个舰的副舰长是皮定军的孙子 而那那件事情喝酒的是那件事情是皮定军的儿子 而当时皮定军呢是福州军区的 就是因为他是 朱德是他的老上级 当他发现朱德是被害死的时候 所以他就立刻要回到福州军区 他到北京去了 因为规定是不许看看朱德的样子 结果他看了 脸是黑的 朱德脸是黑的 被堵死 所以这是76年当时发生的 后来批定军就说是在军事演习中直升飞机掉下来 不是他飞机撞山了 被人害了 是这么前后故事是一直有这个说法 然后9月9号毛泽东死了 毛泽东死那天应的是9月9号毛泽东进北京城的日子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传统上的说法 传统上的说法 时间呢 控制着人们 时间决定着人们 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人 现代 就是现代的思想 现代的观念 根本无法理解 但是呢 现代的观念会 助长人们 在利益上 在预防上的人们的放纵 这是事实 那同时间在推特上 3号 我出门 中秋节出门 拍完 大概拍完那期节目 我们就出门了 我就出门了 结果看了一消息 让我挺吃惊的 记得 我记得在这个辽宁的 有一个辽宁铁岭的国土 国税局的局长 是个女的 那十年前的事大概是 说她做美容 做自己的屁股 那是个女的嘛 做自己的屁股 当时花了50万 结果在这条消息 就是中秋节那天消息 看的是在北京朝阳的 说是一个女的 那时候我没想到 也是当官的 她没做屁股 这女人做自己的下身 做美容 人家有专门的美容店 那是我 然后在推特上 有人拍了照片 那是排着一溜的 都在躺在床上 当然她都模糊了 她是模糊的 但是确实她有专门的仪器 你看她照的仪器 照得清楚了 把人照模糊了 那不能那样的 那是那样就躺在床上 在做美容 人的女人的下身 据说可能还打广告 说这个女的呢 花了20万 那我看过之后 我相当瞠目结舌的 非常瞠目结舌 瞠目结舌的原因就是 想到过龌龊 想到过淫荡 我没想到过 从来没想过 有这种行业 在风声演绎中 我们指狐狸 女的 对吧 包括那只鸡 在风声演绎的 任何描绘 他们的淫荡的过程中 和诱惑咒王的过程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是有这种行业的 没有 对吧 那只不过狐狸 在中间有过一两个 稍微来描绘 她怎么去诱惑咒王的 文字上的描写 可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胡仙 打击 用自己的身体 去怎么去做 没有 包括金平没有 我没看过 实话说 我没看过 肉舞团 我也没看过 但我相信 不会在媒体上 在公共的媒体上 在社会的环境中 有这种行业 而这种行业 我相信 它一定是排大队 而且收费极高 无法验证 你知道人堕落 我们在讲 我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 这是一个堕落和欲望的社会 那我讲的比较直白 有些朋友觉得接受不了 说涛哥 你不能讲那么直白 让人感觉都有点黄色了 或者怎么样 如果这种行业 在北京城 在朝阳区 朝阳这种东西 一直就挺先进的 朝阳区的朋友 你别不高兴 一直挺先进的 30年前 应该在亚运会的时候 90年亚运会前后 就开始起来了 那东西 那应该是30年前 87年 88年 差不多吧 朝阳区是这行业 就是 它是变相的这种行业的发达 你现在其实也是这样 对吧 你让我说 朝阳分局卖的店那一片 那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样 那不知道那范围能扩多大 但是从来没想过 怎么会有这种行业 可以挂牌做买卖 那整个社会 如果你说共产党 叫通奸党的话 那中共体制之下的 高级动物的社会 那不仅仅是通奸党的问题 对不对 那完全是 又完全是一种摧毁人的 根本性摧毁人道德 毫无廉耻的 高级动物的表现 那照片 对不起啊 那照片是模糊的 但一个个都躺在床上 光不溜条 然后那个女人就 她在做这些美容吗 她在看自己的手机 在干嘛 也不知道什么人拍着照片 而且她不是隐私的 不是单个的 她是大通铺的就像 起码那照片 照了三个十四个人 那 你超出我的接受能力 超出我的想象 所以这是 那她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 现代人的那种观念 现代人的观念 现代人的生存道理 现代人的生存理念 高级动物本身的生存理念 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这是国家必亡的一种 直接表达 这是中共体制 必然崩溃的直接表达 因为它渗透到社会中 它摧毁着每一个家庭 摧毁着每一个人的 这个社会的本身的 道德的一切 怎么可能呢 但它就是这么做 对不对 那你年龄大的 年龄大的有年龄大的理由 它知道 人老色衰 年龄小的有年龄小的理由 咱们不知道那细节了 因为当时我看那个题目 那是新闻的题目标出来 配着照片 这个太不太可能了 但它发生了 所以这是一个 高级动物的现代理念当中 现代观念当中 直接摧毁人之道德的表现 但人们却为了满足自己欲望 满足自己要求 毫无意识地认为 这是对社会的 对家庭的摧毁 对每一个人的摧毁 那如果人们 普通的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看到这样的商业行为 看到这样的行业的话 你家里都有老婆 都有先生 你的孩子将如何面对这一幕呢 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廉止 他们完全 完全 亲密 完全生活在 肉的这一面 否定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进化论 无神论最邪恶的地方 最邪恶的地方 那我们反着说 我们反着说当时 《风神演义》里面 当时文王去找这个江子牙的时候 他亲的时候 他就听了一首 听了一句话叫 《席耳不听,王国阴》 这是江子牙 在一首歌谣中 后来这些砍柴的人唱的 然后他就讲说 他说 周文王说 一定不得了 说这句话说太好 席耳不温王国阴 这简直是 他用在这儿去应对当时商业的崩溃 那西齐的 这个西齐就是周的崛起 但是这句话呢 竟然散一声不知道他的出处 周文王在人的层面 显然超过散一声 在文王死后 武王不如文王 那散一声辅佐武王 来拜江子牙为帅 所以这是前后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当时呢 这个当时这个 就问 散一声就问说大王这个 王国 席耳不听王国阴 什么意思 哪来的 周文王说 说你没听过 爱卿你没听过 他就讲说 这是尧顺 尧在访顺的时候 出现的一件事情 尧访顺天子出现的事情 他当时就这么来的 当时我觉得跟大家分享 当时写的他写的非常特别 他说姚呢 因为儿子 儿子 吴德 所以姚是怕 有愧于国民 那所以他要让贤 他要去寻 寻访贤人 他就在他的日常中 在他的山野中去寻找 他说有一天在山 叫一日行至山辟幽静之乡 一个人呢 正在这个小溪边玩水 用一个瓢 小瓢 就是那葫芦啊 是一个大肚子葫芦 切一辆 叫瓢 在水里玩转 后来姚就问 说你为什么 说先生你功啊 说你为什么 把这瓢放在水中打转 那个人就乐了 他说我看破了 他说我看破事情 事情世界的事 红尘滚滚那个人事的事 我看破事情 却了名利 却了名利就是不在名利中了 去了家私 那连家里面的家里面这些 怎么说呢 家私就是家私细软之物 就这个家私 弃了妻子 连情都不要 家里的儿女太太孩子都不要 离爱欲是非之门 离爱欲是分之斗 离爱欲 爱和欲是非之斗 不在情感中 不在欲望中 不在对错中 对吧 不在我们说过 人真正生活在生命中 是指善恶 而人在对错 生命的境界是指善恶 抛红尘之境 避触身临 一乐临全 以终天年 平生之足矣 他里面还说 就是吃素不碰昏 大概就是 这是顺当时打给 答复姚 为什么这样 那姚呢 姚王听过之后 大喜 他说 大喜之后 这当时姚这么说的 他说 此人 此人呢 他说 此人正是我要找的圣人 王富贵之荣 远是非之境 王富贵 王是死的 死亡的王 王富贵之荣 远是非之境 真乃人杰 孤将此地位 正应该让位于他 那然后呢 顺听过之后 就吓坏了 就把那个瓢 哗哗就给踩碎了 然后就跑那水那洗耳头 洗耳不听王国一嘛 洗耳头 他洗着洗着耳头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 然后这个姚就问说 说您为什么要洗耳头 他说你把我耳头脏了 你把我耳头脏了 这个时候过来一牵牛的 要喂 印那个牛 那牛呢 就在这个洗耳头 这人边上喝水 他说你 你耳头怎么了 那个牵牛的说 你耳头怎么了 他说我耳头啊 刚才他说了 这是姚王 他说他要把地位 王 帝王之位 让给我 你说多脏啊 然后这牵牛的二话为说 说你为什么不早 说牵着牛就走 往那小溪的上游去了 你把我牛的嘴给脏了 你把我牛的嘴给脏了 牵牛的这个 那意思比顺还厉害 顺是伤了自己的耳头 这个牵牛 他说把牛嘴给脏了 他描绘了当时 整个这个姚舜时期的 民间社会的生命道德之理念 生命道德之崇高 对吧 那顺在解释 为什么他要聊此一生 就是他 摒弃掉人的肉身的一切 一切与他相关的 名利 情感 家私 对吧 欲望 是非都不在其中 我生命就是个过程 我聊此一生 吃点菜 但我不能杀 他不会杀自己的 他就是这么玩 这个玩的概念 表面看起来 他无争求 实际 他是有着他境界生命的 那一份内在的生命理念 而那个牵牛的人说这番话 说明在当时顺的年代 大家的境界 整个人的 人类的生命境界 都跟他们不相上下 那也就变成了 摇可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儿子 不行 不是一个道德之真君 他就愿意 他有能力去让贤于他人 所以这是一个正好是反的 跟现在正好是反的 反的理 现在的 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女人把下身去美容 有这种行业 这就是我说 这是完全崩溃的一个年代 这个圈完了 这个圈完了 跟我们刚才说的顺索 说的一切 完全是反的 就是现代人们 现代的观念 促使人们生活在 完全生活在欲望中 完全是在诱惑与被诱惑中 完完全全 没有一丝的生命的道德之理念 因为进化论造成了人们 缺失了对自己灵魂的认知 在这个背景之下 它是缺失了认知 并不代表人们的道德不存在 我就说 并不代表人们 怎么说呢 道德之根源的 原神灵魂不存在 所以当人们去 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这个怎么会这样 这个女人怎么会花20万 整自己的下身 整容 这家伙就都弄不清楚了 那说明 它是掩盖了人的灵魂 掩盖了人的道德 掩盖了人的道德之源 掩盖了人的原神 而并不是说 完全干掉它 但什么人能够带领 什么人促成了 这种事情的发生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的三个表 就这么回事 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 今天反腐触及到的一切 走到今天 他可以看到是 女人竟然可以美容下身 有这个行业 而且床上可以排一溜 而且隐私的事情 就跟睡大通铺似的 你是女的 你家里有个先生 我问你 你说你的先生 在这社会中怎么扛 怎么能够对你忠贞 他用什么 去抵抗这种诱惑 他用什么 用对你的爱 用对你的情 用对你家庭的责任 同样反礼 我们可以反称之 如果你是男的 那你太太 在现实的生活中 自然男女之间 遇到这种事情 他去做不做 如果他做这种事情 为了你吗 你敢说为了你吗 你敢说只为了你一个人吗 那才 所以我说 这才是真正真正吓死人 真正真正吓死人 那对称着过来 也就验证了 这个社会的崩溃 就是中共体制 是框架下的社会的崩溃 那习近平的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习近平的何去何修 何去何修 这绝对是个问题 谈到习近平的何去何修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讲 有人谈到习近平思想 会不会放入到党章 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讲过 我说 其实习近平思想呢 如果他真正出来 就是面对他 人们也在谈论他的时候 他真正根本否定的是 就是很坚实地否定了 邓小平的理论 很坚实地否定了 邓小平的理论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说过的 那在否定邓小平理论的时候 他就可以否定邓小平的一切 包括他立下来的所有规章制度 所有规章制度 都可以被他否定掉 那结果这是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说的 我甚至我说 其实当习近平思想真的出来之后 他实际变相否定的 真正跟他同等水平的 毛泽东思想 这是在中国的境内 当真正他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生命理念 他的生命的基础是魔鬼 生命的基础是魔鬼的原因 他强调人的这一面的利益 人的肉身的利益 平均主义 平等 占有一切 就是最小的付出最大的占有 我占有一切 满足以自由之名满足自己的欲望 毫无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 直接否定神的存在 否定神的存在 否定自己的灵魂的存在 他实际就变成了 是一种现代观念的 人们现代观念的一种鼻祖 一种真正的邪恶的根源 那 活在当下 这是很多年轻人 可能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 活在当下什么东西 你这块肉 活在当下的人 那女人就可能就去做那 那个东西的美容 男人可能为了寻求乐子 就希望女人去做那种美容 那是整个社会的崩溃 那不是人的 对不对 那完全不是 谁尊重谁 那是在真正摧毁到人的 最根本上的东西 所以我说万恶 淫威首 很多朋友 表面的文化人 可能觉得好像 你怎么那么 这话老亚克 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可能发生在你太太身上 发生在你先生身上 发生在你女儿身上 发生在你母亲身上 就在北京 我相信如果北京 朝阳去有的话 我相信在深圳 在上海 在广州 在杭州 在这种相对的城市中 一定都有这行当 这个行当变成一种 正常的行当 满足幸福 满足谁的幸福 满足他自己的幸福 他自己的幸福 怎么满足 这个东西 你只要人稍微有点道德的话 尊重自己的话 就知道这是一个 完全社会崩溃的象征 完全社会崩溃的象征 结果我谈到 我说谈到这个 习近平否定邓小平的制度 和他真正只能抛弃中共体制的话 阿波罗有篇报道 今天的 他主要谈到是孙政才的问题 他说 9月30号 新华社对孙政才的双开 里面提到了毫无理想 信念 严重践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那三个小时之后 新华社改了 对吧 毫无理想信念改为 动摇 动摇理想信念 严重践踏改为严重违反 10月4号 中秋节那天 自由亚洲电台有篇报道说 大陆的记者媒体 记者朋友传达消息讲 原来这两句话 毫无理想信念 严重践踏是习近平的原话 而毫无理想信念 是照抄了习近平在政治局会会议上 痛批孙政才的原话 我们在节目中当时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说 新华社那个报 新华社那报道的原话 一定是习近平说的 没有第二人 因为 砍死孙政才是习近平立位的 来立位的 来震慑周围的一切 我们昨天 4号那天 跟大家分享一期节目说 就是曝光了 胡锦涛应该是习近平的恩人 对吧 再解释习近平神隐那段 那一段里面 当那个内容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习近平跟江泽民曾庆红的这种对垒 已经成为事实 已经成为事实 我没跟你说吗 我说如果 即使习近平是包子 他也知道 杀他的人 绝不是周永康薄熙来这么单纯 一定是江泽民曾庆红 杀他的人绝不是停留在周永康身上 他就是个包子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思想停在那儿 如果他思想停在那儿 也就不会出现现在在军队中这种大规模的打杀 对不对 第二个 第三个 他就是个包子 今天 他是个包子 做了五年的包子 他可以在中共体制当中斩杀省部级高原 三百零三名 你家的包子什么样 你试试 摔牌骂骰子 瞎扯淡 没用 对吧 这个所以在我眼睛里认为 那在这个基础上 他面对孙政才的做法 孙政才是他的祭祺的东西 他背后冲着 冲着谁 那是很明显的 我们只要把他连在一起 就知道那是很明显 陈破空 陈破空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 就是最近的研讨会上说 孙政才应该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政变 是反对习近平势力的一种一种 季节 推孙政才为他们龙头 与习近平决于死战 拿下孙政才 这与过去五年来不断传出的政变 军变 暗杀 谋杀等阴谋 是完全相关的 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 大概原来的节目中已经提到了 孙政才参与政变或者军变 因为从分析的角度来讲 他是现代中共政治局中的现任委员的话 他是最容易取代 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 成为他的取代新近平 但他的背后势力呢 代表了整个江家帮的背后势力 对吧 我讲挺详细的 陈破空提到说 孙政才7月24号落马 7月26号习近平主持高层会议 不需有笔 不需有纸 没有水杯 没有横幅 这种肆无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极其罕见 这是他讲的 就是26号 27号的会议了 另外一个评论员 实时评论员叫做唐靖远 他说孙政才被隔代指定 火箭式提拔主要来自于曾庆红 所以拿下孙政才对应的是曾庆红 我以为拿下孙政才对应的曾庆红不是说让曾庆红一大一大损失不是 拿下孙政才对应的曾庆红是指最终为拿下宣布曾庆红和江泽民做准备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真正真正对等的概念 真正对等的概念 因为孙政才不是孙政才再怎么小心翼翼 他再怎么他只是他的官位促成他 促成他跟习近平直接对垒 他的官位而不是他的真正实力 他的实力是整个他背后的集团 他的实力是江泽民曾庆红还就这么放的 对吧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没有江泽民曾庆红 今天孙政才也不会被推为龙头老大 那默普这是另外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 他提到说砍死孙政才 习近平否定了邓小平的理论 隔班的制度 他说有足够的理由让接班人寿终正寝 那第一习近平执政后要一定超越江泽民 不会安排任何其他人给他安排接班人的 第二习近平要全面超越邓小平 那颠覆掉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 第三习近平有着更高的政治理想 他说两年后可能不想交出权力 我个人觉得根本不是什么交出权力的问题 而是他的真正执政方向就应该在现在可能会出现 他真正的执政方向应该是是否能够走总统制 而他的总统制 他的变革最大的阻碍就是政变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篇报道 里面它是综合性的报道了 谈到了不同的人包括林宝华 包括林宝华 他不同的人对有关是否习近平会废掉中共一党专制呢 他说这个呢就是看点上大家各自不同 他汇总的概念就是十八大 习近平上台集权 几乎废掉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权力作用 这是事实 他说如果当他废掉这种常委制度的时候 他很可能树立主席制 这是我们都讨论过了 林宝华认为呢 习近平应该把总书记改为党主席 进而把国家主席改成总统制 这是林宝华提出来 把国家改成总统制 中共体制内的学者 王玉凯赞同国家主席改为总统 不过他的前提是不能抛弃中共领导 中共官方的态度呢 还看不出习近平废除中共一党专制的愿望 所以但分析提掉说 习近平要搞总统制 必须先废掉反对习近平的这种 怎么说 他说江泽民曾庆红的这种权力势力 在分析当中提到 政治局常委制度是邓小平 后邓小平年代的我们看到的东西 邓小平当初是防止接班制度 防止这个一人做大 防止再出毛泽东 但是呢 并江泽民在他的政治局常委的这种 集体所谓民主集体制的背景之下 以垂帘听证的方式去架空了这个总书记 架空了总书记 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习近平上台 他当然经历过那个年代 那他我相信对他更大的打击 就是我们那期节目当中说的 2012年他险些被刺杀 被暗杀的阴谋被披露 那是一种天意 在这个天意的之下呢 他进而决定废掉政治局常委 与江泽民跟曾庆红对垒 这个是人家要杀他吗 林宝华提到说 十九大之前召开前宣告 习近平思想要登场 必须修改党章 所以应该讲说 把总书记改成党的主席制 他说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主席制 习近平可以再干十年 他说如果中央改成主席制 明年人大可以修改宪法 把国家主席改成总统制 习近平可以任两届两任的十年总统 有机会向终身制过渡 两任总统有机会再向终身制过渡 他八十多了 其实你听起来这个 按照林宝华的说法 听起来像现在的普京 俄罗斯 唐靖远认为习近平一定要在十九大取得集权的突破 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方式 可能有多种选择 他说一种选择是恢复党的主席制度 一种选择是更改常委制度 甚至废除掉政治局常委 保留常委但争取人都是习家军的同盟军 他说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但一定解决胡锦涛年代的九龙治水 一定要解决胡锦涛年代的九龙治水 2016年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 王玉凯曾经提到过 政治制度的特色 要应该集中在依法治国 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三者统一 坚持共产党领导三者统一 你在习近平思想中 我们看到就是从严治党 对吧 从严治党 所以在习近平的说法中 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都进行最 就是最大可能的弱化 那作为学者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提到 但是他 他是应该讲是那个框架之下 但是他提到国家主席 应该改成总统制 他说不是形式 形式不重要 但是总统制 你会他认为会 出现一种权力上的相互制约 他认为出现权力上的相互制约 因为不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的 国家体制的潮流的这种变动的话 那今天习近平的尴尬 在国际社会中的尴尬 有目共睹 王岐山的尴尬也有目共睹 他是共产党的专员 官员 他不是国家官员 不是国家官员当进入到 却要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一份尴尬和不合法性 他就是说 他自身的中共的不合法性 透过他们的日常行为就完全表露出来 当这东西都不都存在着 不合法性都存在 你有什么可谈得上依法治国呢 对不对 你的你的大官本身都是对法律的践踏 中纪委的存在就是对依法治国的践踏 就这么回事 那另外一位姓吴的学者认为 总统制又分为党国总统制 全民总统制两种 所以习近平只打算在中共党内实施总统制的话 既是皇帝又是总统 很可怕 如果放弃共产党全民总统制的话 才是全面展开 我以为现在这个东西就很 他有些难说了 这些东西就有点 我以为就有点纸上谈兵了 纸上谈兵的原因就是 这期节目一开始我们讲了 人的思想意识 出现问题了 人们的现代观念 现代观点 现代观念 现代理论 最大的 最大的可能扼杀了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另外一面 灵魂 在这个背景之下 很难想象说像台湾那样 中华民国原来那样实施着一种完全的那种 现代的这种民主社会的制度 这里面有相当大难处 有人说台湾行 是台湾没 中华民国一直在台湾延续的 它的整个的延续是尊重人的社会的过程 即使在蒋介石的年代和蒋经国的年代当中 它的统治并没有触及到人的信仰 并没有触及到人的摧毁掉人的道德之根本的来处 否定人道德的根本的来处 没有 俄罗斯也没有 当年苏联也没有 东欧也没有 对吧 其实包括古巴也没有 偏偏在中国大陆 做得最彻底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感 邓小平感 江泽民感 他们用两面 一面是完全管制的 禁欲的 一面是完全放纵的 纵欲的 他用禁欲和纵欲操纵着人的肉身 对吧 禁欲扼杀操纵人的肉身 纵欲同样是操纵人的肉身 来掩盖否定每一个个体者的灵魂 这就是现代理论 现代观念 现代的观点 那这一份观点呢 是摧毁着每一个具体的人 所以在我眼睛里 你现在去谈什么 这样的总统制 那样的总统制 我个人的感觉都有点脱离事实 就是你如何面对今天 被共产党摧毁了 道德认知 道德来源之认知的 中国人 所以这是我相信 这是他需要一个时间里 恢复人的信仰 恢复人的信仰 来认清 现代观点的 给每一个中国人带来的伤害 这个需要时间 而这个时间呢 在我眼睛里就是 以否定江泽民为代表的 整个中共党的体系 这是习近平能做的 恢复国家 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体 两岸的政治实体 增加往来增加 让中国人恢复正常信仰 去掉什么三字教 全都否定现在的宗教 否定这种宗教 重新认识人的信仰 而不是利益上的宗教 那现在很多人的宗教观点 也是现代人的利益观点 在其中获得利益 所以这是我想说 可能我们能够看到的 真实面对的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